以前看见他的时候 我感觉他是那种一种 年轻着急小伙子 今天一看 哎呦 老成这样了 不是 不是 有沧桑感 陈德老师 还有好多年 前几年还给我寄挂历 后来我离开央视之后 找不到你 找不到了 中断了好几年的联系 陈德老师 真的是我内外兼 是内外兼修的一个前辈 我们早年 三十多年前 看他的话说长江 对呀 我们都是 他伴随了 至少两代人的成长 我真的是特别感动 我其实 陈德老师出来那一刹那 我真的有点湿润 比我见到四行高娃姐姐 我还要激动 原因是 高娃姐我们时不时的微信 往来 高娃姐真的没告诉我 真的是我冥冥之中的猜测 陈德老师 我从离开央视 离开了五年了 几乎就没有联系了